今年的孟晚舟的境遇 其实也没有什么进展不进展吧 就是大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孟晚舟想逃脱这一次的 被引渡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那么99%她现在会被引渡到美国 其实这个说法等于没有任何的说法 因为法律上只要你有1% 甚至千分之一的漏洞 那么都可以摧毁引渡协议 那么今天现在的核心点击 孟晚舟的案件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案件 非非因为经济的案件 还是一个政治的案件 那恐怕会未来成为一个 标准的一个争论点 目前的争论点在哪里呢 目前的争论点就在于 她在加拿大犯没有犯 美国的罪行 如果加拿大的和美国的罪行 是两国都是同样的罪责 是违法的话 那么加拿大才能够引渡 孟晚舟想要美国 但是这一次今天呢 只是一个呈堂 让很多证据以及很多东西 在一起被引温数 在我们知道的周四 也就是大年三十 那天也会结果 整个的争论点 不会判 那个有那个正方和反方的 有什么新的新的证据吗 现在就是控方呢 一步是提供的是原来的指控 那么变方呢 也就是孟晚舟的法律团队呢 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指民呢 过去汇丰银行 是了解这个情况的 并不是没有触犯 向美国所指控的银行 港湾银行的欺诈罪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提供了一部分 就是说呢 质疑整个案件当中的一些 这个叫什么呢 您等会儿 我可以帮您查一下 程序 程序瑕疵 这个您等会儿 我还得查一下 这个我前面 马先生你的脉不是很清楚 还是我这边不清楚 马先生的不清楚 他有大矮机 我都不清楚啊 你搭设A机吧 哎呀 我这个咋不清楚呢 哎呀 现在好了吗 没什么好 没有什么好 好点吧 我真的好了一些 应该很好了吧 没觉得 没觉得 我觉得好了一些啊 不多 一点点 老板戴A机比较好 你继续吧 继续没关系 没关系 我能听到一些 我就是有点 有点 就 就 痒的我就不行 所以很抱歉啊 不是老板啊 很多人都反映你的声音不行 我也感觉到不行 所以你还是带A机 我主要耳机 我主要耳机戴上之后 耳朵过一会儿就痒的不行 就 就 就 发狂 嗯 那你就大声喊吧 我就喊 大声喊一声 接着刚才 接着刚才那个说 就是说刚才你说这个那个 辩方是强调什么 在机场 是不是 机场 什么 那个警察有什么 什么程序上 那是 按照没按照规定去做 有这些是吧 对对对 上一上 这个已经提交过了 这一次也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哦 哦 那就是你这个99% 1%这个是 是怎么得出来 是有关报道 还是说通过 有关报道 法律人士认为呢 马先生你的声音真不行 不行 真不行 很费力啊 我听你声音 但难怪今天节目效果不好 主要是马先生的 过敏问题造成的 我的画面 大家听 看得清楚吗 清楚清楚清楚 你的声音要好 好 我现在的声音怎么样 好点 好点 继续说吧 不是 马先生你要知道 你的那个房子的 家里没有什么家具 所以造成的回应很大 现在怎么样 可以好点 好点 好点 你继续吧 何先生觉得怎么样吗 我怎么能会满意呢 是 好点 我只能说 那你等会我去拿耳机 因为你那个房子 他房子可能没有家具造成的 对 这个案件 刚才马先生说到 什么是政治因素 还是什么 但我个人认为 这个东西还是司法 还是属于司法层面的 跟那个华为5G 或者美国围堵华为 这个方面的 这个 这个我个人感觉 联系不大 因为你那个 司法部那时候 我知道你的意思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司法上很独立的国家 都是从 技术操作来讲的 它就是一个司法问题 但是它的起因 起因 是政治问题 这个你可能说的有道理 这个我不敢 就可能起因 以前司法 就是司法部没有注意到这种问题 或者是根本不会忽略的这种问题 就是曼伊朗 或者是 对 对 这种违规的 像中兴这些 可能以前 以前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不会把它去当做重要的是检控 因为那么多次检控 这一点起因 有可能是政治问题 这一点 我觉得你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有可能是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 但是因为可能跟美国整个 一个大的一个战略 这个国家战略 和对中共的一种战略 战略 比如把它化成战略竞争对手 可能跟那个大的一个氛围 框间而大的氛围 这个有关系 这可能是政治起因 有可能 这个我不敢肯定 以恒你说的对 因为这个惩罚 这个制裁 它主要是美国的 这个常被反造成的 它既不是一个 联合国的制裁法案 也不是一个加拿大的制裁法案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我们不要讲华为 任何一家公司 你哪里知道 有这么多法律 是不是 如果反过来讲 它如果知道有这个法律 你觉得一般公司会出赶之州吗 它没必要 这个我不太同意 何先生 华为不太可能不知道 作为这么大一个公司 世界级的公司 包括中兴 不太可能 它作弊的时候 好像中兴的时候 都有些文件 是故意教你怎么样 逃过美国的监控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 你说它不知道 这样是违规 我认为它知道是违规的 因为共产党这种违规 太司空见惯了 共产党是共产党 政府的一种作弊行为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特色 我先说到这里 好 你得有道理 我在这个事情 没有太多研究 我这是凭感觉在讲 也可以说是乱聊天 我们做这个节目 我们做这个节目 主要是让大家亲身下来 用聊天的方式聊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 这个叫马先生做的 这个六头头条 那就比较正式严肃 对吧 对 所以我还认为 它这个东西 是华为和中兴来讲 都是有益的 而且当时认为 做小偷是没事的 包括这个大环境 就是这么多年来 中共入市以来 一直是可以说小偷 大头啊 大头级别的 美国也是不管 因为他财大气疏 他不管 他睁着眼闭着眼 那就要举起力来 你看以前的时候 中国那些服装多少 多少啊 还有电脑软件 那个微软 那个windows 这些都是盗版 美国不知道 他都有钱的 你那个 你太穷了 给你点 牙缝里塞点 留出来点都没事 在这种大环境下 那就大偷特偷 大肆偷 不管了 你不让我 你不让我 你们制裁伊朗 不让我不让 那正好就是我的机会 我也头里 嘴里喊着制裁 但是我有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是为国家而偷 不算偷 为国家而违规 不算违规 所以这就是 中共的一个邪恶之处 在这种大环境下 忠心 华为大肆的去输 这是我相信的 这是我相信的 是证有证据的 所以说这个美国 这种 你说是有 在大环境下 从这个起因 有政治因素 在里面 这个我不反对 你不反对 因为我不反对 有这个可能性 在大环境背景之下 但是最主要的层面 技术层面 还是属于司法 因为你看 你说是美国的大环境 那美国到底是美国 什么美国哪个 是美国司法部 还是美国政府 还是美国国会 要咱们说 美国政府 川普那个时候 抓温州的时候 川普是不知道的 当时还很火 很震怒的 没多久就反过来 我这样放他 你要把我影响 我的贸易谈判 我就把他放了 所以以这种 他的这种 当时的这种反应来讲 证明他 你要说 美国政府 川普代表美国政府的话 川普是不赞同抓的 当时啊 咱们说当时抓的一下子 所以说这种大环境 有很难解释 是不是因为 出于政治原因去抓的 以通过 通过这一件事 这个范围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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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迹象来讲 这个是现象来讲 来说呢 又不能说明是 政治 政治的起因 所以这很难说 我始终大的来讲 我始终还不是 对政治 出于政治的一个起因来讲 这种讲法了 我始终出于一个 怀疑态度 更多的我倾向于是 司法 就是司法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不像中共 美国是个司法独立 这我们都知道的 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 政府是没这么大的 大的一个权力的 司法 就是司法 要你政府 真有这么大权力的话 当时川普就 就不想引渡的 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 当时不想引渡的 司法部站 很多人都说 可能川普都是要干预 那很多的时候想着 可能不会引渡了 那司法挺住了 排排站 一排人站着要引渡 最后的一刻 说要引渡 所以说川普的权力 是有限的 这大家 我们在西方国家 我们都知道的 所以说 你说说 这是政治事件来讲 这很多 更有利的一个证据 或者是迹象显示 还属于司法事件 这不同意 中共抓捕 抓捉那两个 那中共的制度 你知道了 一个电话 一个眼神 一个眼神 一个电话 你管你什么法不法 就先抓了再说 所以说 这个东西 这个呢 中共反而是 出于政治事件 中共叫嚣的 这么大的声音来讲 纯粹的是干涉 西方加拿大 或美国 一个司法 所以加拿大是比较 冤枉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没办法 它就是司法 独立 它就是一个 法治国家 冤枉 有苦涅 说不出 这是我的 对临时的一个看法 谢谢 如果不是司法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那加拿大早就把 这个两个人 把梦王就给放了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我还是倾向于 这个 这个是司法问题 跟美国 全球范围内 围堵华为的5G 这个反而是分开的 并不联系 并不大 我的观点 我觉得联系 并不是很大 你说有没有联系 我很难用证据来说 它有联系 就这么说吧 我倾向于 如果没有证据到 我还倾向于 它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司法问题 5G呢 是整个的一个 美国国家的 一个政治问题 唯独5G 5G是政治问题 因为它危害到了 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 西方世界 或者是美国的 一个国家的 一个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 一个国家安全 所以说这是政治事件 我倾向于 跟孟晚舟事件 我倾向于这两个 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在中共的媒体上 中共的宣传上 都是美帝 网我执行故事 就是要消灭 就是要围堵中共 把孟晚舟完全政治化 这一点我是完全 给大多数不赞同的吧 中共就是把这个东西 给上升到一个 完全的国家 民族 政治高度 那你把一个企业 捧这么高 你这种已经是一个 政府干预了一个 可以说政府 干预了一个市场 干预一个市场经济了 让其他的中国企业 或者小米啊 或者其他那些呢 也是哑巴吃黄脸 有骨骨说不出啊 谢谢 马先生好了吗 手机 我好了 你们现在听到我声音